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机会帮助人家 就算做这个义工了 国外的叫义工了 让我非常吃惊 在这个现场 每一场 大概他们演了四场可能是 到现在 每一场 都碰到十几个甚至二十个中国人 能认出我来 而且 每一场都有人 十来个人跟我打招呼 人家来晚了 帮着给人开门 昨天发生事 帮助给人开门 我这门打开 那人都进去了 牛脸出来 不行 得跟涛哥握个手 我不认识人家 人家认识我 有年轻的 有岁数大的 有男的 有女的 那这是让我非常感触的 昨天听了另外一个故事 是人家神韵的 人家朋友给讲的 他们住在酒店里 第一天住在酒店里 早晨吃饭 碰到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是手脚不太不太方便 大概腿不太方便 结果这个人呢 看着他们呢 就就突然就问另外其中一个人说 你们是不是空景 人跳舞的女孩子吗 说是不是空景 但是我又看起来不像是空景 是因为他能感触到这些演员们身体 他说身体的内在 内部 非常的干净 这是他的原词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纯净 所以那个人就讲说 应该不是空景了 空景是外在的 让人感觉比较美 比较漂亮 他说你们内在的东西 不是空景有的 那这些人呢 神韵的人呢 就跟他介绍 他们周游了欧洲 然后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叫 是个神韵演出 是一个演出 那就把这个小册子给了这个人了 这个人听了之后 就非常的感动 他自己介绍 他说他家里在修房子 他行动不便 所以他就住到这个酒店里了 那是有钱人 没听说家里修房子 他住到酒店里 已经住了几个月 他说我住了几个月了 他说但是听你这么介绍 他说我在这儿住几个月 就是因为在等你们 然后 昨天下午 他自己买了张票 自己去看演出去了 这就叫人们理解的缘分 一个普通的人 他家里有钱 家里修房子 他可以住到四五星级的酒店里 一住住几个月 住几个月的一个早晨 遇到了一群人 在他的感受当中 有着特别的感受 因为这群人身上 别人没有的东西 在这些人身上有 影响了他 他才意识到 我等几个月 就等了今天早晨 这就叫时辰 这就叫缘分 而今天呢 早上出了个消息 江泽民的 呃 美国之音这么罢了 江泽民近期三次缺席 中共高层致哀名单 死了大人物了 那你得跟人家 这跟谁能露馅 露名 那是很关键的哈 特别是说 江泽民在过去的时间里 你得放在什么位置上 谁也喊不动他 对不对 最有趣的就是去年9月3号大阅兵 江泽民在此之前 已经排在政治局常委的 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后面了 结果那一次上城楼的时候 他又跑到前面 在习近平的后面 啥是觉得不错 其实是习近平为了防自己 我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你看一下 从那之后 习近平身边出访的 就几乎把他给圈在一起了 那是我们当时跟大家分析的 天津大爆炸 他肯定认为是杀他 习近平认为杀他 没杀死他 但是知道人家下手了 所以这是我说 当他时辰 错过时辰 该杀了江泽民 没杀 该挂不挂 自己就有麻烦 那在那个背景之下 这个标题就显得很特别了 所以作为海外的大的新闻媒体也意识到 江泽民是否出事了 4月18号 原中国公安部部长陶四驹的遗体送别仪式 星期五北京举行 包括习近平 胡锦涛在内的实名现任和前任常委送了花圈 但不过注意到 陶四驹任上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却没有出现在这个哀悼的名单中 香港媒体报道 江泽民已经在一个月内第三次在类似的中共高层的集体露面中消失 对外界释放的政治信息令人很关注 陶四驹是江泽民手下的公安部部长 陶四驹是江泽民手下的公安部部长 是从邓小平那转过来 当时陶四驹跟香港跟大陆的黑社会关系很深刻 是跟邓小平有关 据说曾经透过黑社会保护过邓小平 据说是 所以陶四驹当时是跟 当时社会中传 他跟黑社会关系蛮深刻的 那这么个人死了 也就变成了这一条线上人家的铁哥们死了 替他把握天下的人死了 他都不露面 这是个故事 大家还记得 真宠先生在前两天曾经明确表示过 我这么骂江泽民父子 那我今天非常的自在 没有任何人干扰我 没有任何人说话 说明上海帮不完蛋了 那同样一个内容我们看到 在法广也报了 所以被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情 这是昨天刚刚出来的消息了 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到底什么样的环境 到底在做什么 到底在发生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一个失落的文明 重现舞台 精彩动人 启迪心灵 找回希望 体验神传文明 神韵 演出时间和购票信息 请访问神韵.com 香港动向杂志 在四月份拿出一篇报道 很一开始没有人报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蛮滑稽的 贪官已死抵抗中纪委 那王岐山发密文应对 中共贪官恍恍不可终日 耍了九招 九招啊 对抗中纪委阻止调查 贪官以自杀作为最后顽抗的手段 中纪委发 发布机密文件应对 要求各级有关方面采取措施 防止代查人员 被查人员自杀自伤等恶性事故 我们刚跟大家说那个概念 人家要杀死你 杀死你 杀死你习近平王岐山 为什么 你不死他就得死 当你逼着对手 以自杀自残自伤的方式 来应对你这个场面的时候 已经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有机会 有机会他们一定杀了你 对吧 有机会他们一定杀了你 那中纪委这样的做法 谨防对手自杀自伤 被被杀打的官是过去15年起来的官 对不对 这15年的官是靠玩女人赚钱买房子 把老婆送出去 把孩子弄成类似小王八蛋那样的 所有的官官大多大多数官是这么来的 我不是骂这些孩子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这个环境它自然就那样 对不对 老炮里冯小刚说的很清楚 这帮孩子四六不懂四六不清 一群混蛋 那你就没法弄了 你这架没法打 因为什么 他在你眼睛里 你是个不可理喻的 而你在他眼睛里 是狗屁都不是 电影 老炮里在车厂里面 冯小刚去找人进去了 说这车多少钱 两千块钱 人家就乐了 比要饭的都不如 对不对 但冯小刚演那个角 还以为自己挺道义的 挺局气的 那孩子啪给他一大嘴 那是个孩子 打一个上辈的人 这就叫没规矩 但现在满大街都是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说 你记住 今天中纪委应对什么样的东西 他表现出实际的概念 今天的中共官场 都是你今天反复者官员的死对头 他在用生命在对抗 用九个办法去对抗纪委 这是写书的人 写文章的人玩的东西 今天你九个办法 九十个办法都是一个 他用生命对抗你习近平王岐山 你只能在现实环境中 要识时务 懂得时辰 你不拆了台子 有一天变了天 有一天 有人说 习近平要建立终身制 让他一辈子当官 你一辈子当头 你一辈子生活在别人要杀你的氛围中 你想过吗 王岐山是同样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说 唯一的出路叫天灭中共 什么叫天灭中共 每一个人的命 只能把共产党抛搂 你的命才能延续 难道不是天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